去闻日本最喜欢的朝代为什么是宋朝 因为先贤说过金银天然不是货币 但货币天然是金银 自打人类有了交换互通有无的历史以来 金银就一直是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媒介 这里的金银未必就是黄金白银 可以算贵金属的统称 在中国在经济活动中起这种作用的就是铜钱 迄今为止我们形容一个人富有 还说他腰缠万贯 这里的贯指的就是一千文铜钱 虽说古代很早就有贯这个伎量单位了 但等贯成为基本的日常的伎量单位 还要等到宋元时代 因为宋朝的经济有了井喷式的发展 这个道理很好理解 和过去几十年 我们形容一个富豪是万元户一样 如今在胡润富豪排行榜上 哪个富豪没有个几百亿身家 都不好意思上榜 但是蹊跷的是 别看宋代经济这样发达 竟然也闹起了钱荒 01经济发达闹钱荒是为啥 钱荒就是没钱了 我们理所当然想到是经济太落后 这个答案放到个人身上是没问题的 因为你入不敷出 不闹钱荒才怪 但如果放到国家这个体量巨大的经济单位的时候 还真不是这回事 大英帝国是伴随着地理大发现兴起的近代资本主义国家 号称日不落帝国 它有着广阔的殖民地 掠夺了大量的经营财富 然而却经常缺钱 一开始他们认为是市场上假的银币横行 导致了百姓们把足值的真的银币藏起来 劣币驱逐良币 造成了市面上的货币短缺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他们找到了一个人 牛顿 你没看错 和那个科学家牛顿是一个人 牛顿以科学家的严谨 发行了新的银币 在新银币的外形上 设计了一个不明显的凹槽 这下子 揪出了很多不法商人 牛顿对这些人处以极刑 还亲自奸展 然而 这个问题并没有遭到解决 反而愈演愈烈 因为牛顿虽然相信上帝 却没有开上帝视角 他并没有找到问题的癥结 彼时地球另一端的大明王朝 张居正主导了一系列的改革 恰逢明朝那时候废除了海境 这样在对外贸易中 大量的白银不断涌入 所以近代英国的缺钱完全是因为白银外流引起的 钱多了就都有消费的欲望 中国物美价廉的商品成了近代西方喜欢的商品 这样大量的白银就涌入了中国 流入中国的多了 留在英国的自然就少了 这才大英帝国缺钱的根本原因 02英国的痛 也是大宋的痛 英国的这个苦恼 在1000年前的大宋 同样发生过 在北宋折宗朝的一个秋天 明州的市民突然发现城中无一闻小钱可花 也就是说杭州市发生了钱荒 以至于市场上连一闻铜钱都无法找到 实际上 不仅仅是折宗时期 在整个赵宋王朝统治时期 钱荒现象始终如影随形地困扰着大宋君臣 无论是发行铁钱还是发行纸钞 都始终无法解决这个超级难题 而且更为讽刺的是钱荒问题始终无法克服 竟然也是因为宋代的经济实在是太发达了 当时的宋人对钱荒现象感到非常疑惑 甚至很多时候还会出现物价上涨和钱荒同时发生的现象 这就显得更矛盾了 既然钱少 按道理物价应该不贵才对啊 为什么物贵和钱荒会同时发生呢 为此宋人找了很多原因 试图解释钱荒产生的根源 而在宋人所寻找到的诸多原因之中 最具说服力的 莫过于因外貌而导致的通货外流 比如开头所提及的明州地区的钱荒 就与日宋贸易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日本商船途径明州时就在近海抛锚停泊 而有钱人的便利用小船靠近这些日本商船进行贸易活动 丝毫不忌讳别人的眼光 日本人十分喜欢铜钱 那些海边的居民都贪恋日本商船上的新奇宝物 如果那些宝物原本值100贯铜钱 那么他们仅仅用10贯铜钱就可以从日本商船上买到 也就是说 日本人看上了宋朝的铜钱 以低价出售日货的方式 来大量收购 囤积铜钱 一艘大的日本商船 能将数万贯的铜钱带回日本 也正是因此一天之内明州的铜钱便消失了 那么流入日本的铜钱数量到底有多大呢 据小叶田纯日本货币流通时统计 在日本28个地方出土的中国铜钱多达552 000煤 送钱占总数的82.4% 据说当时甚至因为送钱的大量涌入 产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 一边是因为铜钱的大量外流而通货不足 另一边则是因为铜钱的大量涌入而产生通货膨胀 这也真是一件非常讽刺之事 03为何对外贸易会导致钱荒 对外贸易会导致钱荒 这无疑与宋代的经济政策有很大关系 与大多数中国的封建王朝不同 宋代的赵官家和氏大夫们对于对外贸易极其重视 公元1080年 宋神宗的朝廷就制定了广州士博条法 支持有朝廷背书的官商 出航到沿海各国开拓市场 除了日本高丽等传统的贸易伙伴之外 来自阿拉伯与波斯的外商也在其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在他们的帮助下 宋朝的商船很容易就抵达战城 真辣、三佛奇、伯尼等南样小国 最远还能触及波斯湾或东非海岸 虽然出口主力依旧是丝绸、瓷器、各类纺织品、茶叶 但是在交易这些物品的过程中 作为交换媒介的铜钱 在其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铜钱也就自然而然的会随着贸易额的不断增加而不断的外流 那么为什么对外贸易不仅没有能换取更多的外汇 反而导致了货币的外流呢 这其实和贸易双方在贸易关系中的相对地位有关 一般来说 在国际贸易的过程中 总会有较为弱势的一方与较为强势的一方 而在这个过程中 较为强势的一方的货币 会如流水一样 伴随着贸易活动不断地流向较为弱势的一方 在一个由多个贸易体所构建的贸易网络中 如果存在这样一个比其他的贸易体都更强势的一方 那么其的货币必然会伴随着贸易活动 流向贸易网中的其他贸易体 并且最终成为这个贸易网中的主要货币 现在美元在世界贸易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 便是最好的例子 换而言之 宋朝在外贸活动中 之所以会产生通货大量外流的现象 恰恰是由于其强势的经济地位 为铜钱这一通货提供了强有力的信用背书 大家都对大宋的货币购买力有信心 那样便会默许或者说更倾向于用铜钱结算 所以才会大量外流 这就颠覆了我们以往对宋朝的一个印象 貌似宋朝除了军事上经常被人摁在地上摩擦外 其他方面都是历代王朝之最高 尤其是不差钱 可没想到 宋朝一直在经历钱荒 这也可以算大宋王朝崩盘的一个重要原因 播报完毕 谢谢收看 再见